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就是白月节 白月节 对 这个时候是草原全都是白色的 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会叫它白月节 如意 就你们在当地 比如说老挝和泰国迎接新年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很相似就是名字不一样 我们的新年是泼水节 一般都是在四月份 然后我们会比泰国那边晚一天 你们是十三 对 十三号 四月十三号 对 然后我们一般是十四十五十六 一般都是晚三天 像中国春节的话我们是不过的 但是因为老挝的 比如说华裔的人也多 他们都会过 我就是会去蹭红包的那位 很高兴给我 你是不是恭喜发财 对 红包拿来 恭喜发财 真是这个 我看 对 送给大家这个新春的祝福也是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这个人跟中国的春节还蛮有缘分的 因为我是中国的大年初一出生的 然后我这个名字也是因为春节才有的名字 心正如意音译过去 我们叫心将如意 所以我小名就是如意 如意 对 他也有寄予这个春节新年来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在里面 是 我的家里就是 我们有那个华人血统 就是所以我收到了客家的影响 所以就是在家里每一年我都会庆祝春节 也就是祭神明 祭祖先 祭财神这样的 在我家那天晚上会有一个造区 我们那边读 当我就是跟那个中国的春节莲花晚会差不多 这个形式 然后我爸他在家的话会去门外 他会采一个树叶 代表着那个采路 就是福禄寿的这个路 在中国农历当中 新年它都跟生肖是紧密相关的 比如说2023是农历的兔年 2024就是农年 我不知道你们各自国家 有没有农历生肖这个说法 另外它跟中国的这个生肖是一样的吗 我们也是有12生肖 每一年我们会筛选出一位 那一年属相代表性的一位女性 然后让它成为这个类似于女王 然后游行于就是整个城市的中心 那么玉兴你们呢 在这个生肖当中呢 有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呢 我们那边也有12个生肖 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那边过猫年 但是中国是过兔年 猫年是兔年 对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解释是受大家的认可 第一种解释就是中国的猫兔年 猫兔 对 就是传到我们那边就像猫 这个发音 它把猫兔听成了猫 对 差不多 而有另一种说法呢 就是我们兔子不常见 但常见的就是猫 是家人们的好朋友 能捕捉很多老鼠 对 所以我们就过猫年 这个越南猫年的生肖 这两种说法感觉好像都有道理 在老挝和泰国 那么兔年还是兔年 对吧 不会用猫来替换 对 也就是越南把这个兔年 用猫年来替换 是的 对 然后蒙古国完全是一样的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过新年 当然离不开这个美食了 你们就当地的这个节日美食都有哪些呢 我们那边过年的时候 可能是一家人一起坐在一起包松子 越南的北方可能会习惯吃这个方形的肉粽子 然后越南南方可能会吃圆筒形的那个甜粽子 但它里面是主要是香蕉 而且有另一种就是绿豆加一个叶子肉 这个有机会咱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越南的这个粽子 因为在中国都是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 包粽子吃粽子的 但是呢 他们把这个吃粽子的日期呢提到新年了 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 长蒙在你们国家过白月节的时候都有哪些美食呢 白月节顾名思义嘛 我们一切都是白色的 在蒙古人的传统观念里面 是以白色跟蓝色 是以为最吉祥最好的颜色 所以一般在白月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都吃白色的食物 圣节吉祥 那么在你们那里是过完破水节后大家会聚会 但是没有特别的说是节日食物或者是普通食物 对就是你要吃什么都行 只是在一起 因为我们破水节呢就是有另一个名称就是家庭日 所以我们在破水节我们都会对老人或者对家庭 就是比较看重 是 老五也是吃不重要 就是大家一起团圆 就一起开心的聚在一起就OK了 那你们那边会有这样的活动 类似《五龙五师》这样的演出活动吗 不会 因为太冷了户外的话 太冷了 没有人在户外活动 但是我们会有 然后有拉马头琴 然后唱唱歌 然后搬着音乐跳跳舞 自己在家里弹唱一起来娱乐 对 对 老窝 我们会有一首歌或者一个步调 就是一起跳那个舞 其实不一定是破水节 可以是婚礼 可以是类似于那种 主要有节日有喜庆的时候 都可以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跳舞 对 就是做完仪式之后 大家吃饭了之后 放音乐一起跳 然后基本上人人都会跳 所以你会经常跳是吗 我会 就小时候会被我妈拉过去 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好想放一样 如玉给我们跳一下 踩 后踩 前踩 后踩 转 虽然我们的节拍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欢快的乐曲声中和舞蹈当中 那么结束我们本期节目 把美好的祝福再次的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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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